自从东南亚版的 Yaris Cross 发布之后 这款车的讨论度就居高不下 尤其是在印尼市场 他们最近刚刚举办的媒体试驾活动 媒体也给出了不错的评价 那么在马来西亚市场相信很多人会问 这一款车马来西亚有没有份 然后会不会来到马来西亚市场 答案是会的 因为最近我们获得消息 在今年的年尾 UNW Toyota 他们还有一款重量级的新车即将发布 所以我们就会议计是这个全新的 Yaris Cross 那么这个 Yaris Cross 有什么特点呢?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首先东南亚版的 Yaris Cross 跟欧洲版本是不一样的 本地的版本基于 DNG AB 平台打造 轴距达到了 2620mm 比起欧洲版的 2560mm 还要大上不脚 也因此意味着这两车的空间表现会更大 至于为什么东南亚会有专属版本的 Yaris Cross 呢? 根据官方表示 其实东南亚是全球第五大的汽车市场 而且在这个市场呢 SUV 的占比越来越高 因此原厂急需推出一款实用 而且极具性价比的新车来抢占市场 在这个情况下 Yaris Cross 就诞生了 而且呢 据悉不会有全新一代的 Yaris 其实 Yaris Cross 呢? 其实就是取代这个 Yaris 的地位 在外观设计的部分 这个 Yaris Cross 的前脸看起来 好像这个美国正在贩售的 Highlander 新车 至于车尾呢就非常的像 RAV4 如果你看了这辆车的实车罩呢 你会觉得这辆车其实外观设计还不错 至于在轮圈的尺寸呢 它配备了这一个 17 吋的轮圈 看起来这视觉效果还不错 另外一点 这辆车只提供前轮驱动设定 但是呢它的离地高度比较高 因此具备还不错的通过性 在甘崩地方呢 我相信这辆车应该会蛮受欢迎的 因为你不会需要担心 你的车子会摩擦到底盘 在内装设计的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其实这辆车 共用了很多DNGA车款的部件 例如讲这个触屏主机 总控台的设计等等 但是呢 它的这个中央排档杆的旁边呢 有一个扶手可以帮助副乘客上下车 这个设计是不是很贴心呢 除此之外 这款车还拥有真正的氛围灯设计 但是它的氛围灯设计呢 并不像泰国版的一条光条 也不像马来西亚版的一粒圆灯 实际上呢 它的氛围灯设计 跟这个Veloz的氛围灯还是比较类似的 就是这种隐藏式的氛围灯 如果你是在比较暗的环境下看这辆车呢 那么其实它的这个内装 还是蛮不错看的 另外呢 它也配备了这个全新的方向盘设计 哎呦 这个方向盘中也换全新的设计啊 另外数位化仪表也是那个传统的半数位化仪表 但是可以显示的资讯还不错啦 个人还是蛮喜欢这辆车的内装设计的 你觉得这辆车的内装你喜不喜欢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 当然除了这个内装之外 这辆车也同样配备了比较完整的 Toyota Safety Sense 系统 例如讲 Dive Stop Angle 的ACC 自动远近光灯调节 车道维持系统 车道便宜辅助 车车盲点侦测 倒车盲点侦测 自动紧急刹车等等等等 你基本上都可以在这辆车上面看到 另外这辆车也配备了六气囊 相信马来西亚版本应该也会有这样子的配备啦 在这辆车的引擎部分呢 就有一个比较没有那么大的进细啦 在自然进细版本的部分呢 它配备的还是我们熟悉的1.5公升 RAWi VTi 自然进细引擎 最大马力标签为106PS 大概是104HP 左右 风车流量标签138Nm 匹配的还是DCVT 变速箱 老实讲这个动力配置没有太大的进细 但是对于一般的日常使用还是足够的 另外为了满足新的排放法规呢 原厂也开发了一个新的混合动力系统 放在这款车上面 它同样的排气量为1.5公升 但是它配备了电动机跟比较大的电池组 它的综合最大马力达到了109PS 稍微比着一个自然进细版本高一点点 但是因为它有这个电动机辅助的关系 所以预计呢它的起步加速表现呢 会比起自然进细版本更好 而且据悉这个版本也会来到马来西亚市场 除了Yaris Cross之外呢 未来Toyota Vios也会添加这个版本的引擎 所以大家会接受这个混合动力系统吗?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知道 最后 听说啦 因为Toyota Vios是在本地CKD的关系 所以采用同样底盘的Yaris Cross呢 也会在马来西亚CKD 所以价格方面会有一定的优势 不过我也基本肯定这款车会CKD啦 因为它还有一个双胞胎兄弟 就是PeroDuo的D66B 那么价格方面呢会是怎样呢? 目前我们还没有详细关于价格方面的详情啦 不过可以预计一下 GC ProDuo的版本价钱会从7万3千块起跳 那么我有理由相信 Toyota版本的价格呢会低于10万令吉 低于10万买一辆V segment的SUV 虽然是自然进细 大家觉得划不划算呢? 而且很有可能这一次是Toyota的版本先发布 而不是PeroDuo的版本 因为听说原厂预定这款车会在今年的年末发表 我相信已经有很多朋友等这款车等了很久了 你对这款车有什么看法呢?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呢? 当然未来我们有进一步的消息 也会第一时间为大家送上 所以大家记得留守我们的网站 留守我们的Instagram 留守我们的Facebook啦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 by bwd6